初旭 女士 point 這兩天呢 我們放了一個台風假外面掛東大雨 今天我們裡面也要掀起一場旋風 就是宇凡鮮空 好 欢迎大家一起鼓掌 私讯真的越来越夸张了 刚刚一定有吃糖 大家好 这场地好大哦 这场地你们满意吗 满意 哈喽 这是我外甥 我第四本书就为他写了 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演讲题目 是你们问卷 那我本来想说我们问问卷 大概顶多一百人进来吧 就六百多个人问 你要我怎么样回答咧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像私讯讲 我们是这样子挑出来的 所有的问题 所有六百零六分问题 我会每一题都回美国的时候 在时诗课教室上面做 一集一集的 就是一个杂难 就是疑难杂症的这个 这个文章或时诗课教室 我回去会做这件事 所以今天你没有看到你的问题 没有关系 我回去会一一的回答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因为我听说今天 墙地是有限制 时间限制 我本来想说 我们今天就讲到九点好了 好不好 今天讲到不想放你们走了 反正同乐会嘛 对不对 好 那一开始 一开始我们就要讲这件事 为什么我会要先讲这件事呢 因为 我觉得看完六百零六份的问题 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 大家都喜欢问说 雨凡我有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吃 雨凡我有那个问题我要怎么吃 我有肾脏问题我要怎么吃 我有肝脏问题我要怎么吃 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个概念 这个是神经系统跟内分泌系统交集的地方 就是它进去之后 然后它跟每一个这个气脏的关联 你可以看得到它是全部是在一起的 对不对 它们是全部一条线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不能切割 它不能切割 也就是说一个营养元素进去 它是整个全面影响 也就是说你吃一个东西好 对另外一个东西一定好 这样理解吗 所以没有说我吃这样子比较好 还是我有肾脏病要这样吃吗 我有肝脏病要这样 如果你有什么病可以吃好 另外的病也会吃好 这样知道吗 好 这样懂了没 OK 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没有切割的余地 因为它们是同样一起运作的 OK 好 我们继续 那我们要先来看常见慢性病 一开始一定是血糖 因为还是有很多血糖的问题 你们这边的人都认识我吗 都认识是不是 知道我叫赖雨凡吧 知道 OK 好 那好 那我们继续 OK 我们都知道 这些东西是高糖分的东西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吃高糖的东西 没有吃蛋白质跟油脂会怎么样 血糖会震荡 会伸上去又掉下来 对不对 上去伤胰脏 下来怎么样 伤肾上限 我们这边快一点 对不对 快一点 大家都知道很熟 好 如果你胰脏受伤比较深会怎么样 血糖就会上升 对不对 没有办法压下来 因为胰岛素是拿来干嘛用的 降血糖用的 现在你胰脏受伤的话 血糖就上升 然后血糖一上升 能量是不是就过多 因为糖是我们身体里面 主要能量来源 现在就要存值了 为什么 因为一克的油脂有9卡 对不对 它比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都高 那所以它以最小的体积 储存最大能量 所以它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备用能量 只要你能量过多 就是储存脂肪 这是为什么这个人 现在就会什么 吃什么都胖 对不对 呼吸就会胖 有没有 这是以前的我嘛 那吸一口空气就胖2公斤 最后都不想呼吸了 好 那我现在要给你们概念 如果你现在血糖一直不停地这样震荡 胰脏不是受伤了吗 这个人的血糖平均线就会一直往上升 看到没 本来一开头吃地瓜 最高血糖会是飙到160 后来慢慢因为胰脏受伤越来越深 吃同样的地瓜 血糖飙到180 再来是200 再来220 再来200 懂我的意思吗 它会慢慢一直往上升 好 那这个人现在就高血糖了 对不对 高血糖了 OK 如果这个人肾上腺伤得比较深会怎么样 血糖会怎么样 掉下来 对不对 会掉下来 还往下掉 能量就不足 能量不足的时候做什么事 就要烧油脂 因为油脂是我们备用能量 对不对 然后烧完油脂还要再加烧蛋白质 所以现在这个人没油又没肉 没油又没鸡肉 不长油也不长肉 他就怎么样 吃什么都不胖 对不对 那我们都说这种人是不是没人缘的人 他们就会跟我刚刚那种肥子讲什么 好烦哦 吃什么都不胖 很讨厌啊 讨人厌 没人缘 OK 好 现在我要给你们概念就是 这样子的人 他因为血糖震荡 肾上腺受伤 所以他会吃什么 这个吃什么东西都会往下掉 对不对 因为每次血糖掉下来的时候 都没有东西提起来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他刚刚吃地瓜 然后他最低血糖一开始是 maybe是这个65好了 后来就变60 后来就变55 后来就变45 45以下人就昏倒了 昏迷了 你就有生命危险 这个就是低血糖的来源 所以低血糖的人能不能吃糖提血糖 不能你越吃就越出问题哦 他就一直往下掉哦 看到没 所以平衡的饮食 一定要是什么 一份菜 一份肉 然后有淀粉 不能超过多少 百分之二十 果然是我们的同学啊 百分之二十 不能超过百分之二十 OK 好 你上去就存存值 你血糖很平衡嘛 对不对 进去很平衡 下来很平衡 下来就怎样 就烧烧油 你身材就怎么样 就很均衡 好 你们每一个人生下来 身体就应该是均衡美丽的 OK 好 好 平衡血糖 好 那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刚刚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测餐后血糖的话 应该怎么测 应该怎么测 应该是吃完东西 比如说有人坚持吃这种早餐 有没有看过同事坚持这种 我们在这一个 这个房子里面的人 都不是这样吃早餐的 对不对 没有吧 没有 等一下如果有不要承认 今天我们是主流 OK 好 那如果你吃是这样早餐的话 没有吃油脂跟蛋白质东西 去减缓这23粒方糖分解的速度的话 你就会血糖冲上去 然后第一个小时的时候呢 就怎么样 就冲到188 第二个小时就怎么样 可能掉到120 第三小时可能掉到60 那现在你如果只测第二个小时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120 血糖漂不漂亮 120 很漂亮对不对 那你就 120很漂亮 你就想说 哇 我原来吃地瓜 吃这么多东西 宇凡老师说有糖 根本都骗人的 地瓜一点都不甜 因为120很漂亮 所以这样子测血糖有问题 你要测血糖 一定要参后每小时测血糖 找他的振幅 就188减60等于128 在三个小时之内 这个人血糖 也就是他的能量 从这边到这边 身体一定要大力地调度 他的资源 去做血糖调整的动作 OK 好 这是为什么 你如果要知道 你食物与血糖真正的关系 一定要这样子做 然后最高点减最低点 小于40的话 他就是平衡的一餐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他现在大于40呢 大于40呢 最高点减 大于40是怎么样 要不就肉吃不够多 对不对 要不就怎样 淀粉吃太多了 要减淀粉 对不对 OK 那我们继续了 OK 你们都还好吗 我后面好远 我看不见 都OK吗 OK 好 好 那我要跟你们介绍 这个是我们部落格 部落格上面同学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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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记录 比如说他 Shine 他做什么饮食记录 他做血糖跟饮食的双记录 他就记录说他吃什么东西 然后血糖多少 比如说这边 他就吃了什么 椰油小蛋糕普洱茶 你们都很喜欢喝油去平衡血糖 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做过这件事 如果有人问我 就是说我不承认 你们不要喝油 油放在菜里面 不要这样喝 好不好 好 那他想说我喝油 吃小蛋糕总可以吧 就他一测怎么样 13293 他血糖冲上去了 对不对 他就知道下次喝油没有用了 他就知道如何调整他的饮食 对不对 这就是饮食跟血糖双记录的最大好处 所以这个人 他因为血糖平衡久了 他就从2014年的4月开始 他最高点本来是200 后来变180 后来变50 这是8月的时候 现在是平衡的 这样理解吗 这就是你血糖最后平稳的这个道路 OK 好 那这个人Lisa 她一样的道理 她也是她的血糖 你看她血糖有多低 她都是这样子哦 你说这样的人能上班吗 一天到晚都不能去上班 因为45就昏倒了嘛 你觉得你能出门吗 绝对出不了门的嘛 然后这个时候她本来应该是什么 一直不停地在吃小餐包提升血糖 那吃小餐包不吃油脂蛋白质东西 你说这个人血糖会怎么样 会震荡对不对 她掉下来就伤什么 伤上线 所以她就低血糖 有没有看到 那她越低血糖 越吃小餐包 这样有效吗 没效 所以她就要 她就要撤 然后你就知道说 你现在 她有没有40可以震荡了 这个人 因为45就昏倒了嘛 所以从63到45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震荡 所以她那个时候吃东西 只要是吃震荡5 就超过了 所以她就要调整她的血糖 所以你们可以这样子 去判断自己血糖 你可以看到 这是4月21号开始 它是五字头 吃完饭五字头 慢慢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看到没 这样理解吗 这就是你血糖移动的 好 那我现在要教你们 如何算方糖量 接下来 就是比如说你们看到一个产品 上面讲说 这个 她说这个是一杯东西 可能是饮料还怎么样 她的总碳水化合物 去找碳水化合物 是22.8克 她的膳食纤维是2.4 怎么算呢 你就是22.8减2.4 等于20.4对不对 这个就是总糖量 糖量就是碳水化合物 减膳食纤维 然后除以4 除以4就5.1 也就是它是5.1立方糖 所以这个饮料有没有糖分 有对不对 它是5.1立方糖 好 这是这样算的 OK 好 那很多人问 很多人寄进来的人说 这个老师 如果我们有血糖问题 能根治吗 能根治吗 我可以跟你讲 如果你不是一型糖尿病 怎么搞的 我把线采断了 完蛋 对不起 真的太驴了 演讲演讲 到一半把线采断 如果说 这个你是一型糖尿病 就是你的胰脏已经没有了 所以它没有回转的余地了 那你唯一能做 就是吃的平衡 好吃的平衡 那如果你是 这个二型糖尿病 像我本来这样子 或我妈本来这样子 那你的糖尿病 当然可以根治 你只要一直不停地 震荡血糖 你的胰脏剩下来 还保得住吗 对不对 只要它保得住 它就有功能 有功能 所以像我妈 我妈原来的 糖坏血色是6.4 上次检查是5.9 对不对 她就一直不停地炫耀 她就说它5.9炫耀 好 那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们 像这样子的东西 它如果细胞原来已经受伤了 它就已经没有了 不会再恢复了 它不会再生 所以腺体还剩下的话 它就能根治 你的血糖问题能根治 因为你就不要震荡血糖了嘛 它就会遏止它的伤害 对不对 剩下的腺体就还有功能 而且功能非常强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它的适应能力会变得比较差 比如说 我原来得过糖尿病 所以我剩下的腺体 就比健康的人的少很多 所以那个人可能可以吃 可能5口饭 才会震荡血糖 我大概3口就震荡血糖了 这样理解吗 所以你的适应能力是有差 但是可不可以根治 当然可以 你的腺体 身体里面的腺体 只要还有剩 它就有功能 而且它还是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剩下的细胞的功能 都还是全面的 知道吗 OK 好 那我们继续了 OK 好 那我问你 你跟我吃的一样 我血糖平衡 你也一定平衡吗 不一定 对不对 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 你 你的人 这个人还剩比较多的 胰脏 你们不是打电动 打电动不是有命吗 有没有 还剩一条命 两条命 三条命 对不对 如果你剩的那条命 比较多啦 比如说胰脏三条命 好 这个人可能吃一样的东西 他血糖长这样 有没有 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怎样 长这样 看你剩下的命还多少 这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就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一样 剩下还多少 功能就怎么样 然后他的适应能力就不同 还有些时候是什么 比如说你吃 你吃米饭 好 不会震荡血糖 我吃米饭就 哇 冲上去 可是我吃面就不会 我吃麦子就不会 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测血糖 才知道自己 吃什么才会震荡血糖 吃什么不会震荡血糖 对不对 好 那这样理解吗 所以这个问题 很多人问 是这样的答案 好 心血管疾病 太多人问了 我们就先把它解决掉 这里面有新的资料 那我们都知道 你血糖升上去 就是怎么样 糖就太快太多 对不对 当你的糖太快太多的时候 就代谢成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融于水 是这个公式 二氧化碳融于水 是碳酸 我们有这个酵素 可以把它转成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H对不对 H就是PH那个啦 就是酸碱 如果你氢分子多 就会怎么样 越多氢分子就越酸 所以这个东西一多就怎样 它就酸对不对 就酸了 好 太快太多的氢分子就怎么样 我们身体来不及缓冲 其实你如果身体太减或太酸 身体都有缓冲的机制 但是由于它太快了 所以它现在来不及缓冲 来不及缓冲 我们知道 它就往酸性走嘛 对不对 好 那你要怎么知道酸碱呢 你要怎么知道酸碱 就是拖一拖子 我爸最喜欢给人家弄这个 人家来吃饭 他就让人家吃不下饭 因为每个人测出来都酸性的 然后我爸就说你这样子就 就灼伤血管壁哦 人家刚才吃完饭就不能消化了 好 那酸血现在会腐蚀血管壁 为什么 我们都知道酸性有腐蚀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腌肉都用什么 怎么样才嫩 用酒啊 有没有 用醋对不对 因为它会腐蚀蛋白质 那你的血管壁是蛋白质做的 所以现在酸血一进去 就腐蚀血管壁 好 当你血管壁被腐蚀的时候 血管壁的下面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只要一出来碰到血小板 就出现了血液凝结的现象 这个现象跟你在外伤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就你割伤啊 流血有没有 血变浓有没有 是不是你一割伤 割伤血会不会变浓 会 然后就接下来做什么事 结痂对不对 结痂完以后怎样 就结疤嘛 对不对 家就掉了 那我问你 如果你是身体里面受伤 血液会不会变浓 这是为什么他们要吃抗凝血剂嘛 好那我问你 血液为什么会变浓 是因为血就是浓的吗 还是因为它受伤了 它受伤了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OK好 好那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身体里面的疤 跟身体外面疤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对不对 身体里面也会结疤 那这个疤 里面有这些东西 有钙离子 凝血酶 血小板 细胞膜上的胆固醇 为什么我们要胆固醇 我们拿胆固醇来干嘛用的 氧化的坏胆固醇 LDL 低密度胆固醇 是具有粘性的 你们有看过人家 我知道你们的抽油烟机 都很棒对不对 热抹布一擦就掉吧 谁要用喷的 现在举手快点 罚站 OK 好 就是 有没有看过人家家有那种 就是 那个抽油烟机上面 黏黏的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 那个就叫氧化的油脂 所以当你的 LDL是氧化的油脂的时候 它就很黏 它黏着来干嘛 它拿来修补血管壁 这样知道吗 所以它是有特别的作用的 那当你血管壁一直这样子不停地 囤积的时候 因为你一直不停地受伤 一直不停地累积跟囤积 就怎么样 就堵塞了血管 对吧 好 好 那如果这个人吃的东西就一直不修正 你们看过这种同事吧 你跟他讲了第三百遍了 不要这样子吃东西 这样饭太多了 他就不理你 对不对 他觉得你每天都有宗教倾向 有没有 一天到晚跟他脚标 第一口要吃肉 烦不烦啊 好 他的血管壁就一直不停地灼伤 一直不停灼伤就怎么样 我们的疤痕 里面有很多纤维素 然后还有钙 那你们有没有看过很厚的疤伤 有没有 疤痕很厚 疤痕很厚 跟皮肤有什么差别 它是比较硬 比较没弹性 对不对 这个就是血管阴化的来源 好 那我问你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这里 它是什么 就肝硬化 好 那这件事如果发生在这里咧 就肾小球硬化嘛 就肾疾病的开始 肾功能就因此而下降 这样知道吗 所以它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那都是因为他们坚持干嘛 吃那碗饭 何必咧 OK 好 那因为这样 所以美国在2010年 他们本来是 有一颗蛋为上限的 胆固醇摄取量 他说你如果要摄取胆固醇 不可以超过一颗蛋 因为它太恐怖了 但是因为现在他们知道了 吃进去的胆固醇 不等于血液里的胆固醇 为什么 因为这个胆固醇是怎么样 这个胆固醇是拿来修补用的 如果你血管并没有受伤 需要修补吗 不需要 对 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吃进去的胆固醇 就不等于血液里的胆固醇 所以今年 在2015年4月的时候 这个上限就取消了 他们也真是爱开玩笑 对吧 美国 美国研究的人 这么多人 这么多年都不吃蛋黄 你一下子跟他说 我们对不起 我讲错了啦 搞错了 搞错了 可以吃啦 很好笑嘛 不能这样子开玩笑嘛 对不对 好 这是为什么在 时代杂志 去年6月23号的时候 他们的封面是吃奶油 科学家说 油脂是我们的敌人 为什么他们是错误的 对不对 你们都看到这个嘛 好 那我们要讲胆固醇问题 因为胆固醇问题 进来的人还是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很相信 根治饮食 对他们就认真吃油脂 认真干嘛干嘛 减少淀粉量 然后第一次去厌血的时候 就昏倒 给他飙到400去 然后就开始动摇 然后别人就开始戳他 就说 就叫你不要相信那个妖女 看他写那什么书啊 都没有任何研究依据 有没有 就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是什么 你猜这是什么 他们长得有没有像 有没有亮亮的 一样 这是什么 你们可以猜得到吗 猜不到 他们是这个 左边那是外伤 外面伤疤 右边那个是血管壁里面的伤疤 差不多嘛 一样 那他们都需要什么 去修复 他们都需要胆固醇 因为他有粘性嘛 他们都要胆固醇去修复哦 那因为这样 所以修复需要胆固醇 所以当你修复的时候 胆固醇是不是要升高 然后低密度胆固醇是不是 要升高最多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肝脏出去的胆固醇嘛 HDL是回来 那既然你现在要修复 我一定要送出去比较多 这个时候他就升高 这样知道吗 好 好 那如果你有正常修复的情况 比如说你刚刚开始吃均衡的饮食 身体现在因为有能量了 能量是不是平稳的 你吃均衡的饮食 能量是平稳的 能量一开始平稳 它就开始修复 因为它老是够用嘛 如果你的血糖老是正当 一下上一下下 下来的时候就不能修复 所以如果你的血糖是平稳的 正常修复就开始运作 你的胆固醇应该会升高了 一阵子 然后三酸甘油脂应该会下降 HDL也会上升 你会看到这个情况 如果你们看到报告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OK的 应该是OK的 但是我知道还是很多人会想昏倒 然后他们还是要写信来说 老师真的这样子可以吗 我好想相信你哦 可是这个数字好可怕 医生说我要吃药 OK 好 好 所以这个是合成的状况 这是合成 胆固醇是合成做的 所以当你有这个情况的时候 它要合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分解跟排出 怎么分解 胆固醇在合成之后 使用之后 我们要分解跟排出 就是 它们通通都有运作到 然后它呢 尤其是分解的 它是分解跟合成的大中心嘛 对不对 所以当这些东西出问题的时候 分解跟排出都出问题 所以胆固醇就一直不停地在血管里面循环 它是不是量就会升高 所以当你胆固醇一直降不下来的时候 有可能是什么发生问题 这个发生问题 这些东西发生问题 你要去检查 如果说你修复这个身高 但是它排不出去 它就会一直升高 所以我还是要你们注意哦 指数还是不是 随便可以丢到垃圾桶的 不要说 雨凡老师说吃大鱼大肉就好 丢到垃圾桶 然后那个吃青菜那一叶都把它撕掉 都只要吃肉就好了 OK 好 这样知道吗 所以你们要记得这件事 如果你的指数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它应该是正常 但是它如果持续不断 比如说你消炎的问题都 发炎的情况都解决了 没有什么 什么哪里手指肿啊 或者是腹部肿大 它还有这个问题 你要问这个是不是出问题了 好 这样理解吗 OK好 那我们继续 好 那我现在讲系统性发炎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吃高糖的食物 高糖不是只有巧克力蛋糕对不对 高糖还有什么 还有地瓜对不对 好 你吃高糖食物 这个血管壁会发炎对不对 这是不是系统性发炎 因为只要酸血到的地方 它就发炎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它血管壁灼伤 对不对 然后就怎么样 发炎 血管壁灼伤 发炎就造成什么情况 它就 如果发炎的情况是抗净的 就它一直不停 停不下来 有可能是 因为我们这些东西 通通跟内分泌系统有关嘛 所以内分泌系统都有抗净什么 还有什么 机能减退 好 你就自提免疫系统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发炎不止 就造成它的问题 它现在就开始攻击自己 好 如果 机能减退 好 你发炎不止嘛 如果是抗净 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机能减退 就是说 现在免疫系统太累了 它不是抗净的去攻击别人哦 它是没作用 它太累了 就怎么样 就癌症 因为你癌细胞都抓不到嘛 我们每天身体里面都会制造癌细胞 但是你免疫系统都会把它修正掉 但是如果你的 这个 这个系统性发炎 造成免疫系统的这个 机能减退 它就变成这样 好 我常常看到这种状况 这样理解吗 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跟你们讲这件事情 好 所以自提免疫系统的疾病都有 后面都有什么字 都有个炎嘛 它就是发炎过久造成的 知道吗 所以你如果要消炎 你要怎样 你要怎么样 你要吃的均衡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就 它就酸血就不会一直让血管发炎 对不对 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不会炎炎炎炎炎炎 到处都发炎 你就是要减糖咯 不要吃太多糖 我刚刚不是跟你们讲说 那个 一个身体不能分割吗 对不对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你们 你们难道不会觉得 我讲了 跟你们讲这些东西 讲了四年 对不对 今天第四年 我其实是不是都讲两件事而已 我讲什么事 血糖嘛 就减糖 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喝水 有没有发现这个秘密 结果还让我写了四本书 我都跟人家讲 我今天早上去演讲 我说不要买了啦 书不要买真的 不要买 就减糖 多喝水 就这四个字 减糖多喝水 要不是这五个字 OK 假状腺问题 好 假状腺问题 这个是我们假状腺运作的方法 这个是TSH 这是一个其中的假状腺素 的指标 还有T3跟T4 你们都听过吗 每次去检查的时候 都有这个东西 假状腺的运作是这样 我现在就要你们看一个东西而已 好 就是他们 是不是 一个减一个加 有没有看到 一个减一个加 也就是表示说 他们的关系刚好相反 是这样的 就如果我多 你就少 看到没 看到没 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的关系 那TSH的分泌 它减量的原因 它为什么会变少呢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糖皮质激素高升 那我问你 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不对 那我问你 你猜 它是做什么的 糖皮质激素 是拿来干嘛用的 是调整血糖用的 调整血糖用的嘛 所以当你血糖 开始大乱的时候 然后这个东西就高升 然后TSH是不是就减量 它就减量 好 TSH减量就变这样 肾上腺抗净 过量糖皮质激素 TSH就减量 对不对 那谁就高升勒 T4就高升 对不对 它现在就怎么样 就甲状腺抗净 所以甲状腺抗净 就这样来的 那我问你 甲状腺抗净 怎么来的呢 你看到肾上腺为什么会抗净 肾上腺为什么会疲倦到抗净 我们的肾上腺怎么受伤的 吃糖吃出来 我就跟你们讲吧 从头到尾就讲这两件事 吃糖吃出来的对不对 吃糖吃出来的 好 那再看 如果我甲状腺 肾上腺机能减退 不足的糖皮质激素 TSH现在升高了 升高 另外一边怎么样 T4就减少 现在就怎么样 甲状腺机能减退 这样理解吗 所以如果你要甲状腺刚刚好 要做什么事 要做什么事 均衡饮食咯 那你们还要继续听吗 就后面也都是 全部是这个耶 要继续听是吧 要继续听 OK好 那继续 好那 假设我们现在疲倦的时候 肾上腺是混合 就一下子脚上腺 一下子肾上腺抗筋 一下子肌能减退 它的那个量是不是就很乱 一下过量 一下又不足 对不对 那你的什么 TSH就开始乱 T4就开始乱 有没有 一下上一下下 所以有很多人去检查 甲状腺 他会发现 我这次去检查 他跟我讲抗筋 下次去检查 他怎么跟我讲 肌能减退啊 为什么 因为你正在处于 混合的阶段 OK 这情况其实常常发生 不是医生不对 不是 然后有些人会说 我去给这个西医看 他说我甲状腺抗筋 结果去给中医看 他说我肌能减退 到底怎么搞的 谁叫你混合啊 OK 好 那 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耳鸣 如果你有耳鸣 多数的时候 是因为甲状腺出问题 刚刚那个问题 我讲的失衡的问题 刚刚那 那两个 这两个问题 都会造成这个问题 OK 好 所以如果你要修正 你的耳鸣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事 因为甲状腺开始出问题 所以才耳鸣 那你如果要修正 你的甲状腺 就会修正耳鸣 对不对 那你甲状腺怎么修正 均衡饮食咯 就跟你们讲 接下来都在讲这个嘛 还要继续听哦 真好笑 OK 好 那我们继续 好 那如果甲状腺 因为糖吃太多 不是全身系统性发炎吗 你所有的血管壁 通通都会开始灼伤 对不对 然后甲状腺就开始发炎 它发炎久了就怎么样 就乔本式甲状腺炎 这个是一个 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又是什么问题 又是吃糖吃出来 就叫你们不要吃 那可爱的地瓜 就一定要吃 这样知道吗 OK 那我们继续了 好 我们接下来要讲胆 我现在安排的这个是 大家问问题的这个 数量比较多的 我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的胆 会淤积 胆为什么会淤积 胆汁为什么会淤积 像泥巴这样子 不能动 不能动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吃错油 第二 那吃错油的时候 你的抽油烟肌 是不是很黏 你的抽油烟肌是黏的 你的胆就这么黏 就这么浓稠 它不能动 胆汁就滞留 不能动 好 或者是你淀粉过量 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吃错油 第二个是淀粉过量 我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做过面包 或者是看到人家做面包 你们看到人家做面包 弄那个面团的时候 有没有 是不是黏黏的 有没有黏黏的 有黏黏的 对 那个吃进去就黏黏的 这样懂吗 它的物理特性就这样 好 那你的胆汁 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 而造成淤积 现在就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你有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胆汁 应该落在这边 也就是说 它的胆固醇比例 软磷脂比例 胆盐的比例 就刚好在这里 它非常非常棒 然后胆囊一收缩 它就喷出来 然后因为它稀释的 然后它就可以运作 它就可以分解油脂 对不对 好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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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比例错了 因为你现在胆囊 你现在是不是胆汁 是淤积坐在那边 坐在那边 东西就开始被身体回收 就看它回收的量 好 那现在假设 胆固醇一下变太多了 就造成什么问题 胆固醇 结晶 就是胆固醇 这是我们的同学的 同学大便造出来的 他牺牲自己的 大便色相 跟你们讲 所以 所以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水里面 会浮起来 会浮起来吗 就好像 那个他们用什么 苹果什么排毒 是不是 苹果汁排毒 有没有 就会 跑出这些东西来 这个不是钙 这个不是钙 这个不是钙结石 这个是胆固醇结石 好 你们可以看得到 有这么多 那这个时候 你大便应该是绿色的 这是它专门 捞出来给你们看的 然后我 那天它寄给我的时候 我刚好在吃中饭 然后我就很兴奋地 赶快把它打开 就哎呦 真棒哦 这好东西哦 这样 然后立刻就 我先生在后面看到 他就说 你真是病了 OK 好 如果这个东西胆炎过高 现在跑到这边来了 这样很容易钙化 好 这个东西变得很容易钙化 我们同样一个同学 他也排出过 钙化的东西 存在水里面嘛 比较重 这是钙化的 胆结石 那够小它出得来 好 如果太大就出不来 这样知道吗 好 同样它也是为了你们怎样 去捞大便 那我就一边吃一边看 看得津津有味的 哇 好像在看武侠小说一样 OK 好 好 那你的肾上腺一类 胆炎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的矿物质去留 就出问题 这个东西就出问题 好 这样知道吗 你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它是怎么造成的 再复习一次 它怎么造成的 它是吃错油淀粉过量造成的 OK 好 那我们的胆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宇峰老师 我胆如果没有会怎么样 会怎样 你的胆 你的胆汁 跟你的这个 你的胆汁 是跟你的遗翼 就遗脏生产的东西 是共用一条管子 进入肠道的 所以当你没有胆的时候 没有胆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没有胆的时候 现在胆汁出去 是不是没有胆囊接住它 对不对 那胆汁就会 要不然就一直滴到 大肠里面 小肠里面 对不对 要不然就会开始 倒流到胰脏 好 当胆汁开始 倒流到胰脏的时候 胰脏一定发炎 它一定发炎 胰脏发炎久了 就是什么 就是胰脏癌 所以没有胆的人 胰脏癌的比例 非常的高 非常 你一定要定时 检查你的胰脏 因为胰脏 生病你没有感觉 然后 因为它一直不停地 滴到这个里面 对不对 小肠里面 这个也会发炎 因为平常 它是什么时候才出来 胆汁平常 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应该是有油脂 经过的时候 有食物的时候 它才会进来 可是现在它是 一直没有东西接住 它一直滴一直滴哦 那 肠臂就开始被刺激 刺激肠臂会怎么样 会发炎 所以 如果一个人没有胆 他得大肠癌 跟 这个胰脏癌的比率 高 远远高过其他人 你如果是一个 没有胆囊的人 请你一定 务必要 每一年定期检查 OK 知道吗 好 所以胆结是三大因素 胆固醇 胆固醇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一个胆汁 胆汁 胆固醇过高 胆固醇过度结晶 胆汁的滞留 造成了这些情况 我们刚刚讲说 吃错油 还有什么 淀粉过量 对不对 好 那 我现在要跟你们介绍 肾脏 我做肾脏研究 已经 已经超过六个月了 因为我今天早上 有一个机构 请我去演讲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真的是 很幸运 因为一个做肾脏 就是洗肾机构 然后照顾 长照病人的机构 他们想要知道 怎么样病人 才会好 真的是 老天保佑我们国家 才会有这样的地方 因为他们 你看他们应该 病人越多越好吧 对 哪有人叫你去演讲 说叫你 拜托你 把病人高好一点 最好不要来 对不对 OK 好 那我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这六个月做研究 那你们记得这个东西吗 记得吗 它是不是受伤 然后胆固醇怎么样 就囤积 对不对 囤积 是酸血造成的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你 如果这个东西 现在 在肾脏发生的话 它又发生什么事情 它又变成这样 这个就是肾小球 硬化的开始 你可以看到 这个血管变粗吗 有没有 这就是 它不是有一个东西这样子吗 那就是肾小球硬化开始 好 当你的肾脏 肾小球硬化开始之后 你又不喝水 所以这个人 肾小球硬化 我们都知道 是吃糖吃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酸血过多嘛 好 当他酸血过多 然后他又不喝水 不喝水 他觉得这些东西才是水 有没有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不是水 不是水嘛 对不对 你们大家 我等一下一个一个检查 桌上是不是都是水 等一下就一个一个检查 等一下有拿珍珠奶茶 就自动站出来 好 OK 好 那当你水量不足的时候 水量下降 就是什么 等于血量下降 为什么 这你们都知道 91.4的血都是水 所以当他下降的时候 血量一下降 细胞外溢下降 这个是一个名词 细胞外溢下降 肾小球 压就下降 看到没 我们的身体里面 血管的压力 血压 血量 都是肾脏在掌控的 是他侦测的 所以他有一个特别的器官 他可以侦测到说 压力不足了 当他压力不足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的压力感受器 一接受到这个 压力变小了 就是水不足了 血不足了 他整个东西 通通要开启 那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一开启就怎么样 血管 其中一个都是血管收缩 所以这个人现在就怎么样 又高血压 不喝水造成的 对不对 好 蹦蹦蹦蹦蹦 又到这边来 现在有肾上腺 然后他有同固权 这个东西是拿来 这个掌控我们矿物质 去留的东西 他现在就要让身体 保纳保水 我问你 你身体如果现在开始保水 会发生什么事情 水肿 水肿 那我问你 水肿是因为不喝水 还是喝太多水造成的 是不喝水嘛 然后大家一水肿就怎么样 就不敢喝更多水 这个东西就一直不停地产生 看到没 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OK 好 那如果你现在不喝水 是不是越来越严重 对不对 好 那我问你 你现在如果吃 利尿型的高血压 药会怎么样 它已经是不喝水 造成高血压了 现在你又利尿 利尿是不是就把那个水 跟拖出去更多 你是不是更拖水 好 那现在这个 你们以为身体 不会更严重地 分泌这些荷尔蒙吗 它会更严重 它要更保水 好 那你的血压 是不是继续升高 所以高血压 要一开始吃很有效 后来勒 就没效 它就要怎样 一直加药 好 加到那个药 加到它已经最高量 就怎么样 换药嘛 反正我们药多啊 好 全世界药最多就在台湾 好 真的全世界都不卖药 都卖到我们这里来了 OK 好 那你们看哦 如果说你因为不喝水 有没有 脱水 还有血糖 有没有 一天到晚吃高糖食物 让肾上腺受伤 为什么 因为你脱水的时候 它也受伤嘛 对不对 脱水的时候 它也要用力工作 那你现在不 吃太多糖食物 也要用力工作 有没有 好 用力工作 那现在就怎么样 盐皮质激素 这个就是盐皮质激素 就大乱 那我们的盖磷纳甲 通通大乱 好 那我问你 如果有人 有肾脏功能的问题 现在他们就说 哎 现在你这个东西大乱 那我跟你讲 你现在要 哦 他们说要 开始收 回收函 你们的问题啊 然后把那个 回函收回来 然后等一下要回答问题 好 那这个东西开始大乱 我问你 你现在如果是肾脏病患 他跟你讲说 你要限磷 不能吃有磷的东西 是有效吗 现在是因为吃磷吃太多 还是因为吃糖吃太多 不喝水 所以肾脏问题就两个 就两个造成的 什么问题 吃太多糖 喝太少水 是不是又跟其他东西 一模一样啊 我就跟你们讲啊 真的书不要买啊 真的 真的 就是 就这么几句话 哦 OK 好 所以肾小球硬化 高血压 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本来 高蛋白 就是高分子的蛋白 其实是 不过不来的 看到没 这个是我们肾小球 它那个 那个 里面东西过滤出来 蛋白质 应该是回到 肾脏里面去 被吸收回去 有没有看到 好 这个时候就没有尿蛋白 但是如果你有高血压 又有肾小球硬化 也就是你不喝水 又吃太多糖 就会发生这件事 这个里面的滤孔就变大 电磁场信号就混乱 我们东西没有磁场的时候 蛋白质身上如果有电位 有没有 本来是 你跟我的电位是一样 我一定过不去嘛 因为我们相斥嘛 这个蛋白质一定过不去 可是因为我刚刚 我是不是讲肾小球 硬化 为什么他们结疤了 一有疤 电磁场就搞乱了 好 现在就东西就出来了 有没有 东西开始往外跑 它就来不及回收了 因为运输有饱和量的 现在就怎么样 选择性尿蛋白 看到没 好 然后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它已经完全坏掉了 它连 它不止运输量饱和 肾小管细胞也受伤 所以它现在东西根本 拿不回去了 这时候就大量尿蛋白 所以那我问你 尿蛋白是因为吃太多蛋白质的食物吗 不是 是什么 吃太多糖 我已经警告过你们 接下来讲都是在讲 吃太多 反正我最后一句都是吃太多糖 这样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OK 好 那130年来 我们在130年前 发现尿里面有蛋白 然后会 人就是会开始有肾脏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做低蛋白饮食的建议了 但是他们现在研究发现 它并没有办法遏止肾功能减退的这个情况 他们不能减 它可以减低尿蛋白 因为你蛋白质吃得少了嘛 但是它不能遏止它的退化 为什么 我们的身体 尿里面会有蛋白质是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现在看 是吃蛋白质吗 是吃糖吃出来的吗 所以你停止蛋白质饮食有什么用啊 你应该停止什么 糖嘛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做这件事 这个是美国书上面 这个肾脏问题的书上面建议的早餐 他们叫肾脏病人吃这个 这一整餐里面 二三点五粒方糖 他们还叫人家喝蔓越莓汁 然后这一整餐里面 唯一可以平衡血糖 就这么一点点butter 那你们说 它是不是拉不住这么多糖 我们都知道嘛 对不对 那这个肾脏病患 你说能够遏止它肾功能减退吗 不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还有肾功能剩下来 我现在不是说喜肾病患 喜肾病患没有办法 因为一喜肾 我们的整个肾脏组织就改变了 所以喜肾病患没有办法 喜肾病患你们就是必须要听 喜肾中心的所建议的饮食 但是你如果还有任何肾功能剩下 你就必须要知道肾功能减退 是因为不喝水吃太多糖造成的 不是因为你吃太多蛋白质 好 那我现在要问你们 亚洲喜肾第一名的国家是哪里 不是 不是 他说大陆 不是 反正有什么事都弄到对岸去就对了 对不对 方便嘛 对不对 好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日本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然后日本人就说吃五股醉怎么样 健康 长寿 大家一起在喜肾中心见面 大家都活到102岁 好 大家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其实我在做肾功能研究的时候 我也大大吓一跳 好 为什么 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呢 为什么 因为日本卖药的嘛 对不对 日本是卖药的 日本卖的是什么 是健康耶 那是他们国家的标志耶 你如果可以卖健康 你可以卖很多跟健康相关的东西 包括药在内 还有食物啊 还有别的东西 对不对 那怎么可以让你知道他们喜肾呢 大家都偷偷的 都戴好帽子 然后偷偷去喜肾 都没有人知道 这样知道吗 OK 好 有人问说 喝水次数很多 每次都喝这么多 但是容易口渴 一瓶尿 要怎么样喝 才可以留住水分 如果你喝水 发现你留不住水分 就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一直喝水 但是你老是觉得 水分怎么老是留不住 是怎么问题 是这个的相反嘛 对不对 这边是什么 保纳保水 对不对 那我现在排纳排水了 所以还是谁的问题 还是他的问题 他只是在另外一边 知道吗 就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抗净的时候变成他 对不对 那如果他不足呢 他不足呢 他不足就机能减退的时候 是不是就刚好相反 就排纳排水 所以这个人就想说 奇怪 我怎么那么容易尿尿啊 一直平尿 一直平尿 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出生 所以他还是谁的问题 他还是谁的问题 你还是要调整什么 肾上线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要等待 你要喝水 然后你要减糖 然后你要等谁变得好 你还是要等肾上线回来 你才可以保得住水分 这样知道吗 OK 不是说因为一直排水就不念 就算了 不要喝好了 这很好笑 我们就一直排水那就不要喝 然后更严重脱水 OK 那个问题又继续严重 那我们继续咯 OK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妇科问题 这边都是女生的问题 男生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我超感动的 你知道我出第四本书 跟怀孕生产有关 对不对 我在台湾各地去演讲 我可以跟你们说 我每一次演讲的时候 看到一大堆男生 然后我跟你说 这些男生都是怎么样 都是认真来听的 他们认真的想要知道 他们认识的女生身体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昨天在演讲的时候 我就讲 我在讲到这个女生月经 我就说女生月经是每一个月 我们都正在准备迎接新生命 才会这样子做这些事情 你说这个是不是巨大的工作 那我说男生有的时候 还要跟我们吵架 是不是有点那个 然后我妈就看到另外一个人 有一个女生在打他男朋友的背 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这样子 然后那男生就默默承受这样 就给你打这样 我跟你说 我要说的是 我真的觉得感动 是因为 我觉得男性 现代男性真的跟以前差很多 因为有你们的理解 所以有你们的支持 现代女生真的幸福很多 真的幸福很多 好 那我们讲妇科 妇科问题开始要讲话 一定要讲下师丘脑垂体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这些东西通常叫轴线 看到没 每一个东西都是有谁 都有下师丘脑垂体 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通通在这里相会 他们通通在这边见面 都在这里见面 然后在这里见面的时候呢 我问你们 是不是内分泌系统 它开始变坏 是不是走这条路 怎么走的 比如说我现在甲状腺 因为我每一次都分泌过度 对不对 分泌过度的时候 就甲状腺就 那个接收器就 就不敏感 它就收起来 它就抗 它就阻抗 有没有听过胰岛素阻抗 甲状腺也会阻抗 好 假设甲状腺阻抗 那现在甲状腺是不是要更身高 分泌这甲状腺素 他说奇怪 怎么都没有接收到 再多一点 抗静 好 然后等到中间的时候 就有时候可以抗静 有时候就有点累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就怎么样 机能减退 因为太累了 所以一定是这三个步骤 对不对 那如果 你现在是 这个是轴线连程网 在这里 他们是做校准的工作 就是说 比如说你多 我就少 你少我就多 这样子 他们在做校准 他们这样才可以平衡 整个身体才可以平衡 好 那我问你 如果这个人 肾上腺 有没有 因为吃太多糖 所以他现在开始造成 肾上腺抗静 他到这边来校准 甲状腺来了 甲状腺就说奇怪 你怎么那么高啊 好 那我掉低一点好了 他现在就怎样 甲状腺机能减退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他现在变成 肾上腺机能减退 他跑到这边来校准 甲状腺说奇怪 你怎么那么低啊 那我怎么样 调高一点好了 他是不是就什么 甲状腺什么 抗静 这样知道吗 好 内分泌系统 是这样搞坏的 那我问你们 好 假设 我们现在在抗静阶段 抗静 走到地 腺体都有这个问题 他在抗静阶段 那卵巢 他有抗静 我们的卵巢是 分泌雌激素 卵巢分泌雌激素 会让子宫内膜增厚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 旌旗的时候 要让子宫内膜 金钱要让子宫内膜增厚 为什么 男生 刚刚是男生讲说着床 我现在流泪 连泪流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正在准备 baby到来 你要着床 他要给他一个 温暖的什么 小床 要把床背弄厚一点 对不对 所以他有这个动作 那如果这个人 现在是抗静的 抗静的 会发生什么事情 磁激素会怎么样 他的伸直线 现在是抗静 假装 他校准之后 他变抗静的 磁激素是不是过多 啊子宫 是不是可以 无止静的增厚 他就一直增厚 一直增厚 一直增厚 就变什么样子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子宫内膜增厚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吃糖吃出来的嘛 right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就是从这边出问题的 你吃的不对嘛 所以才出了这个问题 这样知道吗 好 那我问你们 那他们都会说 更年期时候 就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更年期 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更年期之后 磁激素就减少 子宫就不会一直增厚 这问题就解决了 但我问你 如果你是个年轻女生 你现在有子宫内膜增厚 你要等到更年期 再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要等多久啊 你要怎么做修正这个问题 你减糖就修正了呢 好 OK 这样理解吗 OK 好 那我们要讲到更年期 更年期是什么东西 更年期就是我们的 伸直线 卵巢 现在要把棒子 交还给肾上线 因为卵巢 分泌了很久的 这个 磁激素嘛 对不对 它很累了 它现在要交还给肾上线 所以 当你更年期之后 没有月经之后 不是表示你就没有磁激素 也就表示你还是女人 不要忘记这件事 我觉得很多人都以为 更年期之后 女人就不是女人了 你还是女人 还是可以皮肤嫩嫩的 薄薄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磁激素嘛 是谁分泌的 是肾上线分泌的 对不对 肾上线分泌的 它们要交棒 但是如果你的肾上线 因为老师不停地吃糖 看到没 就怎么样 疲倦 对不对 然后 他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交棒 所以就一大堆症状 对不对 就是不想接棒的症状 那我问你 这要吃荷尔蒙吗 这要吃荷尔蒙解决吗 能解决吗 你说 好 你吃荷尔蒙发生什么问题 你吃荷尔蒙 对不对 吃进去是跑到这边 校准 对不对 因为你要顾虑到他们嘛 现在要吃荷尔蒙 要校准 现在所有的线体 通通受影响 所以你最好就抓准这个量 假设你没抓准 这三样通通出问题 这样理解吗 好 那我问你 你如果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就怎样 你这个问题要解决 你想更年期症状 不要无限制延伸 你要怎么样 减糖吗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 继续还都是一直减糖 所以你们现在要离开也可以啦 好 没关系 因为接下来都是一直讲减糖 这样的 OK OK 好 好 那我们继续 好 我跟你们说 这件事非常重要 你们一定要记得 接下来讲这件事 做女生的一定要记得 如果女生不记得 你在女生旁边的那男生 麻烦帮他记得 好 就是 其实你的肝会引发妇科症状 什么意思 你们看 这个是月经周期 对不对 雌激素是不是会上升很高 对不对 那当你的荷尔蒙这样高升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分解 然后再排出 好 我们的荷尔蒙在身体里面作用 差不多三到五分钟 它就要分解跟排出 谁做分解工作 肝脏 肝脏是专门合成跟分解的地方 所以它现在要分解 然后要赶快排出 对不对 那你的肝脏 如果因为吃糖 吃太多了 会有什么现象 现在有机会 他有时间去做这件事吗 好 比如说 你要吃 你就喝一杯珍珠奶茶 然后血糖就飙上去 然后等一下就掉下来 上去的时候 肝脏要合成成脂肪嘛 对不对 很忙啊 下来的时候 能量不足 又要把脂肪拿出来 再转成血糖 是不是很忙 好 上去跟下来都很忙 血糖是它第一个要 处理的问题 所以现在它有没有时间 做这件事 没有 你持激素 是不是一直在身体累积 好 那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它就会 它分解不完全 就会跑到 它原来该到的 接收器去 然后就一直刺激 那个器官 所以当你经前 胸部开始肿胀的时候 你要不要紧张 你应该要紧张哦 如果你月经有症状 你应该要紧张 因为那表示 你的接收器 过度地被 荷尔蒙刺激 它会发炎的哦 所以如果你一天到晚 每一次月经来的时候 都有胸部肿胀 你有可能会有乳癌的危险 这是为什么 我每次胸部一肿胀 比如说 我月经来 胸部长 赶快调整饮食 马上买清肝的东西 我要确保 我下次月经来的时候 没有这个 这个胸部压下去 是痛的情况 你们要记得这件事 所以你的月经症状 很常常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你的肝脏 一定要保护好 要保护好肝脏 一定要先修正 你的糖分摄取量 因为它就是做 合成跟分解的工作 这样知道吗 所以那一些月经的症状 是非常重要的症状 绝对不要错过了 不要说 大家都 每个女生来都 都捏捏痛嘛 对不对 正常嘛 你就不要碰我就好了 有没有 我先跟我先讲 不要碰我就好了 现在就很严重 就说碰一下快点 看有没有痛 OK 好 那过敏还有免疫问题 要怎么办 当我们的血糖上升的时候 它不是会掉下来吗 掉下来不是会有压力荷尔蒙吗 压力荷尔蒙是一种 固醇类荷尔蒙 固醇类荷尔蒙呢 会抑制免疫力 所以你看那一些 就是每一次都要 他们吃固醇类荷尔蒙的人 他们都会让他们 给他们一个警示 就是说你现在 很容易就感冒 没有免疫力 对不对 对不对 固醇类荷尔蒙 就会 一出来 就会抑制免疫力 如果你现在 没有免疫力 对不对 所以你血糖一掉下来 免疫力就下降 你知道吗 这个人就现在 很容易感冒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下 其他的原因 也会引发压力荷尔蒙 所以压力荷尔蒙 不是只有 吃糖吃太多造成 它也可能会是 吃生活压力 脱水 熬夜 有没有 你每一次熬夜的时候 都是肾上腺在撑的 体力透支 旅行 我常常看到人 去旅行回来就病了 因为体力透支太多了 或者是他们去运动 有没有 运动要适量 他们大量运动 大量运动 因为为什么 运动都是有点竞赛这样子 你如果要走路 你还没停 我一定不能停 我已经快累死了 所以就要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履行 体内微发炎 可能牙龈发炎 哪里微微有发炎 有没有 它也会有造成压力荷尔蒙上升 因为它这样子 它就可以帮它消炎 还有 旌旗 这个通通都可以制造压力荷尔蒙 如果你东西不对的话 好 现在免疫力 如果你有很棒的免疫力 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办法有作用 它都没办法对你怎么样 我的B型肝炎是在怀老大的时候 就突然不见了 我本来是直接带员的 直线带员 就是我妈妈传给我 我不会传染给人家 但我一直都有B型肝炎 但是我在怀老大的时候 突然不见了 他们查不到 就本来有这个资料 后来查不到 免疫力上升 造成的 好 那我问你 当你没有免疫力的时候 这些东西原本 这些失诊 香港脚因不发痒 异味性皮肤炎 皮肤炎过敏 这些东西 都是免疫力一下降 这些症状就上升 就会出现 知道吗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你今天 现在有月经 那你的什么 你的异味性皮肤炎 或失诊 是不是会跑出来 好 或是 现在生活压力很大 香港脚跑出来 好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这样来 你的症状 很多人问这些症状 你们的症状是这样来 所以你如果要make sure 你没有这些症状 你是不是要 保护好自己的 什么 免疫力 好 保护好自己的免疫力 OK 这里有听懂吗 好 所以如果你要确保 B肝C肝癌症 AIDS 不会对你有造成影响的话 好 你就是要 确保免疫力 没有下降 所以就不要去乱旅行 把自己搞得累了半死 然后旅行里面 都去吃团菜 有没有 团菜都吃什么 吃鸡肉吗 你们出去旅行 团菜都吃什么 吃鱼子酱 吃淀粉嘛 团菜是都很便宜 谁给你吃肉啊 都吃淀粉 对不对 又已经累了半死 又吃得不好 回来免疫力 就下降 一大堆问题出来 好 过敏 异味性皮肤炎 我们要讲过敏 这件事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肠壁 正常的 肠壁上面是有封闭小袋 看到没 封闭小袋 那个一节一节的 看不见是不是 很模糊吗 就是要你们买书啦 看得见 怎么叫你们买书 怎么买书啊 看不见 他封闭小袋 会靠信号啊 磁场啊 还有益生菌 在肠壁上面的益生菌 会发出信号 会告诉他要开还是关 好 这个东西 就会把所有 不该进去的东西 挡在外面 那下面有很多很多的 免疫系统在那边等着他 如果他一不小心放行 比如说有一些病毒会易容 他就跑进来 然后他们就在下面等他 他就抓他 那如果是病毒跑进来 被抓到 是不是现在就有生病反应 因为他就要排除 他把他杀死了 他就开始流鼻涕啊 生病反应 对不对 好 这是正常情况 这个人是过敏的长臂 他的封闭小袋 已经不见了 他不知道是因为 益生菌不足 所以造成信号有问题 还是磁场造成问题 他都会 没有消化完毕的食物 都会跑进去 看到没 都会跑到这里面 然后免疫系统就会怎么样 他一跑进来 免疫系统不认识 他不认识 还没有消化完毕的食物 他只认识营养 所以这个食物一进来 他就要开始攻击 好 就攻击他 然后就造成什么 流鼻涕 生病的反应 出疹子 就这样来的 那知道吗 所以你的过敏是这样来的 那守门员 爸妈都有守门员 就是你的益生菌啊 因为它在长臂上面一层嘛 当爸妈守门员不足 你们要知道 爸妈守门员是一样的哦 不要 很多爸爸就小孩生出来 跟妈妈有一样的过敏 爸爸就怪他 就是都你害的人 都是你的菌啊 你们的菌 其实爸爸妈妈菌是一样的哦 因为爸爸很爱摸妈妈嘛 所以就会菌会跑过去哦 知道吗 他们是一样的菌啊 所以他们守门员不足 就造成baby的 守门员不足 好 那现在妈妈吃东西 分解不完全 进入血液 对不对 因为他守门员不足嘛 对不对 然后进入母奶 因为母奶是血生存的 母奶是血水 血水生存的 现在宝宝吃母奶 对不对 然后他们有一样的守门员 就放行一样的 没有消化完毕的食物 然后就怎么样 引发一样的过敏 过敏就这样来了 OK 所以你现在要修正过敏 要修正皮肤吗 要去擦很多皮肤的药吗 有用吗 没有用 你现在要修正过敏 要从哪里做起 从肠道做起 从修复肠道做起 所以肠道的问题就是 菌种失衡信号错误 磁场的问题 但是在这些问题 还没有修正 这个封闭小 这个封闭小袋 还没有修好的时候 就又去打疫苗 那疫苗里面 有外来的蛋白质 为什么 我们的疫苗 要在活的东西里面 才可以培养 比如说猴子的肾脏啊 蛋里面啊 蛋清里面啊 这些蛋白质 会直接打到血液里面 那现在他们也可能 会刺激免疫系统 所以你这个外面 都还没搞好 里面又来了 这现在雪上加霜 OK 好 那我就问 有很多妈妈写信 竟然小孩 有异味性皮肤炎吗 他们就问说 不是不吃 不是不吃 不然就是吃一点就说饱 但要给他吃蛋糕饼干 却又很开心 说肚子饿了 想吃 整伤脑筋 好 他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这是一个饮食的问题 好 我可以跟你们讲 这不是一个饮食问题 这是一个管教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一个管教问题 那我问你 他说他不吃东西 他说饱了 你就说好 那他现在要吃饼干 就给他吃 饼干谁买的 饼干是谁买的 饼干是妈妈买的嘛 爸爸买的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说小小孩啦 小小孩 大人就 大孩子就不说 现在说的是小小孩 他现在 你给他吃饼干 是你买的 是你给他吃的哦 那你不给他吃 他能怎样 他能怎样 你不给小朋友吃饼干 他会怎样 哭啊 那就哭啊 哭吧 尽量哭吧 你可以戴耳机吧 你们都有耳机吧 他哭 你就戴耳机会怎样 会怎样嘛 那下一餐 没饼干 下一餐来了 他会不会饿 会 就修正过来 就这么简单 假设你给他吃的饼干 下一餐来了 他又不饿了 因为他刚才吃饼干 现在他又不想吃东西了 下桌以后又要要饼干 所以这是谁教出来的 这是你教出来的 这是一个管教问题 这可不是一个饮食问题啊 那日常中脑仁小毛病怎么办 我时间还OK吗 我时间还OK吗 还OK 还OK 好 那我们要讲胃 第一个要讲胃 你的胃酸是蛋白质 去引出来的 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胃酸专门是消化蛋白质用的 对不对 好 那当他出来 胃酸出来的时候 幽门该开的时候 就是幽门 胃到小肠 他该开的时候 他就会开 喷门该关 就是食道到位 他该关的时候 他就会关 如果这个开开 那个关关 就会怎么样 食物就顺利下降 你就顺利消化 有没有 顺利消化 看到没 好 那我们现在要讲几个案例 我要跟你们讲刚刚的例子 他说赶着上班或上课 没有办法放松进食 造成胃食道逆流 怎么办 为什么他会胃食道你流 为什么 你们看 这是交感神经 副交感神经 当你一紧张的时候 有一边神经是开放 一边是不开放 就是你不能放松 当你不能放松的时候 当你不能放松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不开启的 它没有时间开启 现在它太紧张了 是神经系统在控制这个荷尔蒙的 它现在就不开启了 那我问你 它不开启 这些门会开跟关吗 不会嘛 那你食物就不能消化 对不对 你一紧张就不能消化 像我爸一天到晚就叫人家干嘛 每次人家在我们家吃东西 他就叫人家测唾液 然后一测 就他说 哎哟你酸哦 完蛋了哦 血管壁灼伤了哦 人家就很紧张 人家紧张可不可以 可不可能消化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人的问题是出在哪里 是饮食的问题吗 饮食的问题吗 还是什么 没有办法放松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要改善的 是不是饮食 不是 是什么 是吃饭的方法跟时间嘛 那你就不要赶着去吃嘛 就到办公室再吃咯 那我们在办公室怎么吃 到办公室怎么吃老师 怎么吃 很多人带什么 门烧罐嘛 你昨天晚上的汤 你去化妆的时候打开 把肉放下去 把青菜放下去 回来的时候刚好滚 就到了闷烧罐 对不对 然后转起来就呆到办公室 你到办公室 开始轻松的时候 才开始吃嘛 这样知道吗 不要在那边想说 那我要赶着上班 我该吃什么东西比较好 就不要吃嘛 因为这是神经系统的问题 好不好 OK 所以紧张的人 很容易有什么病 很容易有胃病 是这样子来的 你是很紧张 是不是 很容易有胃病 OK 好 那根治后 胃胀气打嗝症状 持续该怎么样 非常多人问这个问题 非常 好 我现在要提醒你们的是 其实胀气打嗝 不一定是在胃里面发生 它也可能在肠道发生 如果在肠道发生 它可能是益生菌失痕 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 可能会造成这个现象 那如果你有这个情况的话 我会建议一件事情 那就是你做消化道痊愈饮食 一次 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出现在胃 还是出现在肠 那不管怎么样 都是因为它的 它的这个消化系统 还是有伤嘛 还是有伤 你已经吃对了 但是它还是会有这个情况 它还是有伤 所以做一次 这个消化道痊愈饮食 让它有机会修复 要不然你每天都还是在吃东西 还是不能修复 你知道吗 就要经过一个段时间 让它修复 OK 好 你说根治后 胃食道逆流症状 突然出现 或是一直持续 是怎么回事 你们看一下 这是不是内分泌系统的网子 对 他们要做什么工作 他们要做校准的工作 所以当你的肾上线 在修复的时候 因为你现在糖不掉下来 身上先休息 它有的时候就会 反过去 反回去走这个平衡的路 它就可能要经过 机能减退啊 混合期啊 或者是抗静 这些东西通通会影响 胃酸的分泌 所以它 它的症状可能会出现 那我们叫这种症状 叫什么症状 恢复反应 它在恢复的时候 造成的反应 OK 那我们继续了 好 便秘 好 我现在要讲便秘有两个问题 两种问题 第一个是物理问题 吃青菜 有非常多的什么 纤维跟水分 对不对 好 那你的大便就应该会长这样 纤维跟水分很多嘛 对不对 好 就 看起来就松松的 很容易出来 对不对 这是什么 淀粉 对不对 面粉 面粉是长什么样子 黏黏的 所以你面粉类东西 你淀粉类东西 一吃多 大便就长什么样子 黏黏的嘛 对不对 所以那我问你 你如果这个东西吃多了 吃比较多 比较均衡一点 它吃的比较均衡一点 这个东西 是均衡的 那你的大便是不是出来 是不是就一擦就掉 根本就不用擦有的时候 其实我常常不擦 为什么 因为很浪费脂啊 就出来就没有碰到屁屁啊 擦什么擦 什么东西才会碰到屁屁 什么样的大便 什么样的大便 黏黏的大便 擦也擦不掉 才会碰到屁股哦 那我问你 你们平常要润滑是哪 用什么润滑 用什么润滑 用油 所以机器要润滑是用淀粉吗 用很 撒很多面粉上去吗 不是 它是用什么 是油 对不对 我们要润滑的话要用油嘛 对不对 不是用面粉 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这种电脉面粉 润滑对不对 没有嘛 对不对 应该没有 油的话下次带我去看一下 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讲 如果你油脂量不足的话 物理上面它很难出来啦 也不够油嘛 滑不出来啦 OK 那我们继续哦 OK 那便秘还有化学问题 便秘还有化学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你的平滑肌 是叫蠕动 有没有 蠕动 让大便一直往下走 挤出来 它是一个平滑肌 做这件事 我们的平滑肌 是靠矿物质去蠕动的 那矿物质是谁掌控 谁是掌控矿物质 谁坐在肾脏上面 告诉矿物质 你要留下来还是出去 是谁 是肾上腺嘛 对不对 肾上腺 所以你看刚刚这个情况 你不喝水多吃糖 有没有 不喝水多吃糖 就这个矿物 这个掌控矿物质的荷尔蒙 就出问题 矿物质就去留就有问题 那这个平滑肌 现在是不是就出问题 它可能会瘫痪 它不能 只能放松不能收缩 那如果收缩太多咧 就怎么样 肠道收缩太多 老是收缩太多 会怎么样 就拉肚子对不对 就肠躁症嘛 所以肠躁症是怎么 这些东西这样听 这样子理解了吗 就是这么简单 OK 好 所以当你的化学系统 就是你的内分泌系统 正在经过这些东西 修正的时候 它经过这种东西 修正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有这些症状 会不会 因为矿物质 一下太多 一下太少 一下可以放松 一下放松了不能收缩 有没有 一下收缩太多 就是这些症状 所以你就会出现这些 恢复反应 它们是这样来的 这样知道吗 因为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 它有一个物理问题 一个化学问题 那当你在恢复的时候 它会经过这一些阶段 抗进啊 混合啊 机能减退的阶段 会造成你的矿物质去流 有不同 平滑机就会怎样 就有不同的表现 那知道吗 OK 那我们继续哦 OK 好 好 那我问你 有人说 他说 盲肠割掉 一直便秘怎么办 盲肠 大家都觉得盲肠没用 所以尽量割着 好 他们现在知道 盲肠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制造益生菌的地方 我们身体里面的益生菌 就摆在盲肠 好 那我问你 你现在这个肠子 没有益生菌会怎样 就有问题了嘛 对不对 所以没有盲肠的人 很容易造成便秘 很容易有肠道问题 那如果你已经没有益生菌 你自己不能制造了 自己不能有这个 这个 这个 集中地了 你要做什么事 你要补充 好 补充很多方法 对不对 你可以吃发酵食物 也可以 补充益生菌 买回来补充益生菌 也可以不洗手 对不对 摸东西 去乱摸人家头发 有没有 乱摸人家 摸树 有没有 那都益生菌 这样知道吗 把它不洗手 这样 OK吗 OK 所以你如果有盲肠割掉 我建议你不要太常洗手 你已经没菌了 还一直把它洗掉 OK 好 那我问你 大便 大便里面有流菜渣 怎么办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很多人 大便里面有菜渣 怎么办 就不要吃那么多菜嘛 我也拜托你 就这么简单 你大便里已经出现菜了 表示你不能消化嘛 你就不要吃那么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这样知道吗 如果大便里面已经出现菜渣 表示你菜量过剩了 吃太多 你的菜过剩的时候 身体不能消化 我们的身体 其实本来就不能消化纤维脂 它是益生菌做的事 所以如果你菜已经出现在大便里 你的益生菌大概没有 已经饱和 它已经做到它顶了 它已经做不完了 所以就跑到大便里面去了 表示你益生菌已经做到死 结果你还是太大量 好 这样就太多了 所以当你的大便里面出现菜的时候 你就不要吃这么多菜嘛 很简单哦 OK 这样知道吗 OK 好 好 头痛一定要讲这件事 因为太多人有了 头痛三个原因 就是神经发炎 压力 还是缺氧 就这三样 你头就会痛 压力有两种 生理的跟心理的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讲 缺氧 缺氧是什么 缺氧就是 我们氧气谁承载的 是水承载的 氧气是水承载的 所以没有水 就没有氧 这个人就怎么样 头痛啊 所以头痛一个 偏头痛一个最大的主因是什么 不喝水啦 不喝水 真的 就这么简单 好 神经发炎 这是我们的神经 这个黄黄的东西是我们的神经 神经外面都包很多血管 对不对 这个血管就是输送神经氧气的东西 如果没有它神经就没有氧气 我们都知道神经没有氧气就会怎么样 就坏死 所以当你的血管有灼伤的现象 就是那个酸血 酸血灼伤血管壁 然后让血管灼伤有没有 当它有灼伤现象的时候 是不是 这个 这个血管就已经坏掉了 血管一坏掉 是不是就不能输送氧气 那它是不是一起坏死 它就慢慢 它就坏死了 这个过程就发炎了 神经就开始发炎了 神经发炎 你一样会头痛 神经发炎是哪里 怎么来的 吃太多什么来的 吃太多糖 因为你是吃太多糖 血管才会出现酸血 然后让它受伤 这样知道吗 吃太多糖 好 那这边 你们看 你不喝水 吃太多糖 就会有这个现象 对不对 这个现象 它就会产生高血压 饱钠跟饱水 水一多 别的地方 水肿 有没有 你的手脚水肿 是不是 就是只是这个肉 变 变蓬出来 对不对 手脚水肿 但是如果你头颅 里面水肿 它是不是有硬壳 在外面 水就 没有办法 蓬出来 对不对 所以它就往里面压 它压到谁 神经 就怎样 头痛 对 所以一样 这是生理压力 生理造成的压力 它是不喝水来的 OK 好 那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细胞 在这个夏氏丘里面 有神经分泌细胞 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 就压力是情绪 对不对 情绪是神经系统 传导的 它是一个电流 它到这边以后 就传成一个荷尔蒙 它就可以把它转成荷尔蒙 超厉害的 它转成荷尔蒙 然后它就可以影响身体运作 它就可以去影响身体运作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可以影响血液 然后它就可以 跑回这个 它就可以 就会变成这个 那我们刚刚说 它变成这个 就会怎么样 就是这个吗 所以你的心理压力 也可以变成什么 生理反应 所以当我们人一紧张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就很害怕 很害怕明天要考试了 就要怎么样 就是揉头 有没有 头痛啊 今天念不完了 完蛋了 头痛 这样知道吗 所以头痛这样来的 这个都是有道理的 好 静脉曲张 这太多人问了 赶快讲 静脉曲张 你们记得这个吗 刚刚胆固醇囤积 有没有 酸血造成灼伤 胆固醇囤积 然后这个是血管壁 不是会有囤积的现象吗 然后你看那个圣小球 是不是也会 膨出来有没有 凸出来 如果它发生在这里 它如果发生在这些地方 在腿部的话 它就是什么 就曲张了嘛 对不对 它如果发生在 这个是 这个是肛门的地方 它的血液就凸出来 对不对 凸出来 就内置 如果凸在这边 就外置 好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所以它怎么来的 它又是吃糖 吃出来的嘛 就跟你讲 不要吃糖嘛 就跟你讲 不要吃糖 好 好 所以如果我们不吃糖 我现在要讲恢复反应 如果我们不吃糖 那现在因为不吃糖了 所以肝脏就休息了 所以肝脏一休息 它就可不可以发炎 它现在就有能力发炎了 因为它休息了 它本来已经受伤很深 因为它每天都在做过度的 它已经加工很久了 所以它现在一休息 你的指数可能就会出现 猛爆性肝炎 我已经看过好多次了 好多次了 好几次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一看到 猛爆性肝炎就恨我 就说都你害的啦 就吃他们那么多肥肉 但这是 这个是会经历的过程 但你们如果有猛爆性肝炎 请你们一定要看医生 不要就说 宇凡老师说 这个没关系 然后就躺在家里面等 不要这样啦 就去看个医生 好 那如果你现在不吃糖了 这个休息了 那你看到这条血管 这条血管 这条血管是通 肝脏跟肠道通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它一发炎 有没有 它一发炎 是不是它也有反应 所以你也可能在 恢复反应中看到痔疮 就这样来 这边就可能就会突出来 这边就可能会突出来 因为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嘛 对不对 肝脏下来 所以肝脏现在在发炎 你本来应该血送到肝脏 就倒回来了 就变成这样 这样知道吗 OK 理解吗 OK我们继续了 OK 好 睡眠 睡眠是怎么 是它化学 谁掌控睡眠 肾上腺的皮脂唇 掌控睡眠 为什么 皮脂唇一出来 就是早上的时候 你一醒过来 它是最高量 当它最高量的时候 是不是胰岛素就阻抗 因为它就提升血糖嘛 血糖就上升 到它到一个量的时候 你就醒过来了 然后因为皮脂唇是专门 我们拿来用来干嘛的 搏斗逃跑用的 所以你一起床 皮脂唇够 然后你血糖一升高 你就醒过来 你这个人就准备去打老虎 就充满斗志 每天都觉得生命有希望 有没有 但是如果 好 到了晚上 如果你中间都没有 喝珍珠奶茶 震荡血糖 它就会慢慢下降 到了晚上 在太阳下山后 三个小时之后 它是最低量 最低量 那因为你没有皮脂唇 所以你不想打老虎 你就很想睡觉 好 这个就是你的生理时钟 所以它是跟着太阳走的 看到没 它是跟着 所以你每次去旅行的时候 到一个地方 第一件事应该要做什么 你如果要调整时差的话 你一定要晒太阳 你一晒太阳 皮脂唇就知道要调整 它出现的时候 所以我们常常会出去旅行的时候 时差一下就调过来 对不对 有没有发现 回来调怎么调都调不回来 为什么 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 都每天在外面走来走去 回家就怎样 回到家就一直睡 然后时差就调不过来 所以你都没有晒太阳 太阳是我们的 我们的生理时钟 是跟着皮脂唇 然后跟着太阳走的 OK 好 如果你肾上腺累了 皮脂唇是它 它分泌的 对不对 皮脂唇是肾上腺分泌 所以当你累的时候 它出现的时间就不对了 所以它可能会早上应该要出来 结果出不来 你就起不来 就调闹钟怎么样都起不来 小朋友都 很累 起不来 有没有 那不是它懒 那是因为它皮脂唇不够 要不然你会看到小孩 准备去打老虎 我们要准备去打老虎了 有没有 小孩应该是这样 那到晚上 本来它应该很低 它现在变很高 因为它很高 所以你想去打老虎 就睡不着 这时候你看小孩子 就睡不着 你就说 你就说你赶快睡好不好 他说妈 你不要管我 我现在灵感最多 让我做点功课 有没有 他准备打老虎嘛 可是他不是不想睡 他是怎么样 他是不能睡 因为皮脂唇太高了 身上腺搞坏了 那我问你身上腺搞坏 都是谁弄出来的呢 都糖咯 就这样你不要止糖 OK 那继续哦 好 好 刚刚那是睡眠的什么问题 化学问题 现在我们要讲神经 化学跟神经不太一样 化学是内分泌系统 荷尔蒙对不对 神经是电流哦 好 那你看这边 这边 这个神经 好 这我们讲这个 它变成神经问题 比如说压力荷尔蒙出来 皮脂唇进去 然后到这边 就变成神经内分泌细胞 然后就转过去 对不对 就到了神经 然后这就会影响 你想睡还是不想睡 所以我其实刚刚讲的 跟这个讲的是不是一样 就是你的神经系统 跟你的化学系统 在这边交集 所以 好 如果 你看哦 好 这个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糖吃太多了 它原来是一个化学问题 化学问题 对不对 化学问题 它在这边就转成神经问题 神经问题就变到这里来 就变到这边来 所以到晚上 你就开始会想东想西 本来应该睡觉 怎么会只剩十分钟呢 谢谢 或者是你梦很多 因为它是神经系统嘛 神经系统太亢奋了 或者是这个人 精神好睡不着 咬牙握拳有没有 晚上磨牙 日磨牙 那是什么 神经系统造成的 就让你很紧 一直磨牙 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造成的 这些症状都什么造成 压力荷尔蒙造成的 好 好 那这样 睡眠问题的这个部分 懂了吗 就是它是压力荷尔蒙造成的 好 如果你补钙 好 你很喜欢一天到晚吃钙 一天到晚吞钙片 好 或者是 你有金属的牙齿 好 这一些东西 金属的牙齿会影响到你的电位 身体里面的电位 我们的电位 大大的影响了我们神经系统运作 因为它是靠电位在发电流的 好 所以如果你有金属牙 你也可能会造成这些症状 好 或者是 你一天到晚补钙 补钙 你一天到晚补钙 补那么多钙 你只能 你只能紧张 不能放松 因为它是矿物质嘛 好 它会影响肌肉运作 它也会出现这些问题 好 钙质也大大的影响了神经系统 为什么 你们看钙 钙有什么部手 金属 它是一个金属耶 你一直不停地吞金属 是不是会吞出问题 金属会大大影响神经熟 这样理解吗 OK 好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你肾上线在恢复的时候 进入抗净混合机能减退的情况 这样上下下 有没有 你是不是会 所以你的荷尔蒙 是不是压力荷尔蒙 是不是上上下下 压力荷尔蒙 有没有上上下下 好 压力荷尔蒙 是不是上上下下 那现在回头影响神经 睡眠是不是一下好一下坏 好 这就是恢复反应 这是为什么你会有 睡眠上的恢复反应 我知道它非常的痛苦 但是它正在做调整 OK 好 好 问答 台湾学生升学压力大 上班族都责任制 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晚睡 晚睡的习惯很难改 现在已中年仍然很晚睡 不知道怎么办 才可以把时钟 生理时钟调整成早睡早起 那我问你 你说这个人 他是因为一开始是习惯晚睡 他每次晚睡的时候都烧肾上线 所以他现在中年了 他的习惯能改吗 他不能随便改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肾上线烧坏了 肾上线烧坏已经是这个问题了 已经是这样了 所以他现在要修正要做什么事 第一个他要晒太阳 对不对 第二个他要修正哪一个 肾上线 那这个怎么修正 减糖了 减糖了 我最后要讲恢复反应 因为太多人问这些问题了 你们都说 老师 我怎么知道那是恢复反应呢 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讲 你怎么知道 就是 我先讲内分泌系统的部分 就是 你的内分泌系统到这一边 要较准 对不对 那所以你在恢复的时候 会经历这些症状 就是他一下子混合一下抗镜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太多 有的时候这个太少 那我跟你讲会有哪些症状 比如说一下 你本来不会被蚊子咬 现在突然被蚊子咬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些问题出 这些 因为你在调整 你的内分泌系统在调整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夜里突然倒汗 本来你不会倒汗 夜里突然倒汗 压力荷尔蒙出现时间开始变化 压力荷尔蒙 你们看到有人血糖掉下来 突然冒汗 有没有 冒冷汗 那就压力荷尔蒙出来 所以如果有人在半夜 压力荷尔蒙跑出来 因为他正在调整 所以他有时候晚上突然抗镜 哇就 就出来了 他倒汗 有没有 这很多人有问 那这些都是恢复反应 恢复反应的造成 是因为这些东西 正在调整这边 好 他正在走来走去 他在做校准的工作 因为你不减糖了嘛 肾上现在就开始修复 就经过这些反应 OK 好 那 所以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也可以回头影响神经系统 我们刚刚看内分泌系统 可以回头影响神经系统嘛 对不对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是内分泌系统 可以经过这个东西 回头影响神经 对不对 好 所以现在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 也可能出现修复反应哦 好 恢复反应哦 那他就可能会什么 水越喝越渴 对不对 突然睡不好 食欲突然有变 突然开始忧郁 有没有有些人会说 我好忧郁哦 最近 好 如果你有忧郁倾向 你们要试试看这些东西 5HP HTP或是圣约翰 草书里面都有 或是去看一个人 让他关心你的进程 不要就是放的不管 因为忧郁到最后 可能会有自杀倾向 OK 好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你的恢复反应 可能会有内分泌系统的现象 反应 也可能会有神经系统的恢复反应 这样理解吗 OK 好 那你怎么判断咧 这个我书上有 对不对 就是恢复反应 通常一来就很严重 比如说你一来 就是整个礼拜都变密 那如果是生病啊 生病应该是慢慢变严重 比如说你一开始 只有一天变密 后来变两天 后来变三天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是恢复反应 一来就很严重 它可能变 下一个月变成什么 下个礼拜变成 只有三天变密 再下个礼拜 可能变两天变密 有没有 它越来越少 但是另外一边是越来越多 这是最好的判断方法 这样理解吗 好 真的是最好的判断方法 好 你如果真的不确定 你就要做这件事 饮食加血糖霜记录 因为血糖是最大指标 我这整天都在讲血糖 对不对 好 如果你做了记录以后 你是均衡的 是均衡的 你发现你的正服是均衡的 正服是均衡的 你应该是恢复反应 为什么我们要你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比如说 我跟人家讲 人家说老师我根治已经吃了三个月了 可是我还是有这些症状 那我就说那你早餐吃什么 他就跟我讲这个早餐 黑芝麻豆浆 里肌肉两片 一片吐司 一碗萝卜汤 一个奇异果或半个苹果 这个是在血糖震荡边缘 他有吃肉对不对 也有吃青菜对不对 也有吃水果对不对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震荡 我不知道 只有他会知道他要做这件事 因为他如果继续震荡 他是不是还是会生病 对不对 所以你要查一下 你有没有震荡血糖的问题 你现在吃到均不均衡 你不是说什么 有一个人说 老师我都吃根治已经三个月 为什么还没有瘦 我说那你有没有吃淀粉 他说我都没有吃淀粉啊 我说那你早餐吃什么 他说我吃巧克力面包 我就倒在地上 然后他就说 可是我中餐跟晚餐都没有吃淀粉 那你早餐还是有吃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血糖日日平衡 你大概是恢复反应 如果你是整日震荡 你应该有可能是生病反应 你要去检测你精神好吗 你直觉是什么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不要猜 就去检查 我们的西医最坚强的地方 就他们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仪器可以检查 不要猜了啦 这是为什么我在看诊的时候 也叫人家去检查 我不是用算命的方法 就是我不是那种掐指一算 所以你现在应该是什么反应 我不是这样做 我希望你们去检查 我才可以判断 所以不要猜 就去检查 OK 好 最后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去检查 你还可以上讨论区讨论 对不对 我们去问一下学长姐怎么样 怎么样 是这样对不对 好 最后 最后 这个有一个人寄信进来 其中一个问卷 他说想要通过根治饮食法 希望能在一年内增加体能 并且受到标准体重 解决脂肪肝 胰岛素 阻抗问题 目前距离标准体重 约30公斤 一口气念完 他要有个目标 这样子的要求 是不是有一点像这个 比如说有个先生 他跟我说 我希望 我想让我太太 透过管理书籍 希望能在一年内 增加伴侣的收入 并且让伴侣取得标准身高 解决伴侣乱刃袜子 理财失能的问题 目前距离标准身高 还有五分钟 五公分 累不累 我们是如此的要求身体 如此的要求 是不是太过分 太多了啦 如果你这样要求伴侣 伴侣会跟你怎样 他跟你翻脸 他想跟你分手啦 如果你这样要求身体 身体会怎么样 他也会想要跟你要求分手 OK 所以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他是你的伙伴 他不是你的工具 OK 所以把他当伙伴 不要把他当奴隶 也不要把伴侣当奴隶 要求太多 那怎么样吃才会健康 很简单 买四本书 好 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 还有老师 请问老师夏天可以吃无糖的刺冰吗 我勒 我勒 你们说我会怎么回答 我会怎么回答 我说拜托你请吃有糖的 刺冰吃无糖吃来干嘛 你是跟我讲 你去吃刺冰 跟老板说老板请不要加糖 老板以为你神经病 你是神经啊 你去吃刺冰 你不加糖你要干嘛 你活着干嘛 我的意思就是 你活着干嘛 生活不等于生存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最后 我跟你们讨论健康是不是很多年了 好久好久了 四年了 大家最喜欢问我问题就是 老师要怎样才能健康 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 我真的觉得 健康 不是拿来生存用的 你要有健康 不是要拿来生存的 对不对 生存很无聊啦 很无趣 生存的人才会吃刺冰 不吃糖啦 要是我的话 就拜托练奶加下去 然后多一点糖水 黑糖水 有没有 你要吃就好好吃嘛 要做错事就好好做 OK 为什么你要拥有健康 为什么我这样问你们呢 因为我常常看到 你们不敢品尝食物 不停地计算食物 老师在那边计算 好紧张哦 学习不畏兴趣 只会职位 关系里爱恨情仇 不敢面对 只要不分就好 生活里的酸甜苦辣 根本就尝不到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叫生存 不叫生活 这不叫生活 所以刺冰吃下去 一定要有糖配 知道吗 要不然人就不要活了 好 那你们如果想要选择 生活的人 一定会体验 感觉跟情绪 我们都知道 感觉跟情绪 是从哪里来的 是想象来的吗 有人掐你是想象来 有人掐你会有什么感觉 痛对不对 那想象来的吗 不是 那是神经系统制造的 那你的情绪也是一样 是神经系统制造 它是哪一个 神经系统制造的呢 就是管理你心跳的 跟呼吸的 那个神经系统 那所以如果有个男生 跟女生讲说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他等于在跟那女生讲说 不要呼吸 不要呼吸 因为那不是他想象 难过不是他想象出来 那是他神经系统制造出来 他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情绪 他为什么要 他要保护我们 怎么保护我们 比如说一个小baby 他碰到火 他手会怎么样 收回来 他为什么会收回来 烫嘛 他烫到的感觉 对不对 收回来 保护他 那他现在会怕这个火 所以他现在会把这个记忆 这个情绪记忆在他的脑子里面 下次他再看到火 他会碰 他就不碰了 他要保护他 所以情绪跟感觉 是拿来保护你用的 感觉是拿来保护你的身体界线 情绪是拿来保护你的心理界线 所以比如说有人如果冒犯你 你会怎么样 你会生气 对不对 那生完气要做什么事 要怎样 在台湾就要感恩 对不对 然后感恩完要怎样 要吃地瓜嘛 对不对 但是应该不是这样 对不对 那个情绪告诉你生气 就是要你去沟通 让你改变你的环境 所以它下次不再发生 不是感恩吃地瓜 OK 好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生活的人 你一定会选择体验 感觉跟情绪 你绝对不会吃那个 没有带皮的鸡嘛 为什么 带皮的鸡比较好吃 不带皮的好吃 带皮的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相信你的感觉 你会不会吃那个不带皮的 不会 然后你就一定吃对 为什么 因为带皮的鸡营养丰富 它好吃是因为它营养多 好 你就不会吃错 然后你如果想要生活的人 你一定会选择体验感觉跟情绪 你绝对不会用加工蛋白粉 代替真正蛋白粉对不对 你也不会在吃饭的时候 去算计卡路里对不对 好 你也不会把情绪 锁在身体里面用吃来宣泄哦 你一定会跟人家沟通对不对 你不会忍受没有品质的关系 你一定会沟通情绪 好 所以这些东西 你知道我是学营养的 大家都说 老师这个东西有多少维他命A 这个东西有多少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 这个很重要没有错 为什么 因为营养元素是让你活着的元素 That keep you alive OK 它是让你活着的元素 但是你活着是为什么 你活着是为这些东西吗 是为食物的色相味 对不对 它是why we are alive 对不对 好 好 那我们活着要学业结婚生子 事业买房买车 对不对 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爱恨情仇 酸甜苦辣跟成功失败 通通都不要体验 因为为什么 太恐怖了 这些东西太恐怖了 好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没有看过甄嬛传 没有看过甄嬛传 要去看啊 好 甄嬛传里面有个什么 有个化妃对不对 好 化妃好不好看 好看 他最喜欢什么 他最什么 最容易嫉妒对不对 他每次都说 见人就是矫情 这个表情是我爸教我 其实 这是我爸教我 第一次学 我看到人家学 是我爸学的 真是精彩 好 那我想问你 如果这个甄嬛传里面 没有爱恨情仇 没有酸甜苦辣 没有成功失败 没有化妃的情绪 你说他好看吗 他不好看吗 他就立刻变 从红烧肉 变成一个什么 青粥小菜 OK 好 所以 其实 你要活着有意义 就是要体验 这些情绪 这是为什么 我都希望你们 不但能够保有生命 而且能够大胆 体验人生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只活一次 谢谢大家 我坐下来 回答你们问题 可以吗 因为 我跟你讲 我看你们坐好舒服 我真的很想躺在 这个桌子上 好 那我坐下来 回答问题 好不好 OK 好 那 我们一个一个来 然后我们尽量 在二三十分钟之内 回答完毕 但是如果我没回答完 你们知道 我一定会带回美国 一定一一回答 好 他说烧烫伤患者 要怎么吃 这个是 现在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烧烫伤患者 要怎么吃 我们都知道 皮肤最大的那个 我们皮肤的表皮 有没有 那细胞膜 是什么做的 胆固醇做的 所以烧烫伤的患者 一定要多吃什么 油脂类的东西 油脂 然后他们如果 可以吃皮的话 就最好 为什么 那就是他皮肤的来源 我现在讲的皮 是动物性的皮 你们都知道 我们是动物吗 都知道吧 也就是说 你如果吃动物性的东西 它吸收的比较好 所以我现在讲的是这个 好 旧的哥哥 Jerry今天有来 是我们同学啦 然后 他说他婚后开始减安眠药 他原来有吃安眠药的习惯 现在已经变成 只有四分之一 真的是很棒 我们都为你高兴 饮食也是均衡 但是他说早餐 午餐 晚餐 这样子都吃不下 可以改变 他是说改变吃饭的时间 是不是 Jimmy在吗 Jimmy在吗 你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 我看不懂 你是说可不可以改变吃饭的时间 对不对 基本上 你们家改变吃饭的时间 要问人家 是不是 不用 可以改嘛 对不对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 我刚刚跟你们讲 身体是以什么为单位运作 什么 分秒还是日 分秒 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分秒为运作 它并没有时间概念 你如果想要什么时候吃 你饿你就吃 不饿就不吃君my 好不好 就下次如果要改变时间 就问自己身体 不要再问别人了 OK 那恭喜你剪药 现在已经很多了 他说5HTP 剪不掉 这个是一个保健品 现在剪不掉 没关系 就慢慢来 以后慢慢剪 我是不是说对一件事 Jimmy 就是我跟你说 你慢慢就会好 对不对 尤其是有漂亮老婆的时候 他才刚结婚 OK 谢谢 我有B肝 肝指数正常 可是胎儿蛋白 什么是胎儿蛋白啊 胚儿蛋白 蛋白 一直降不下来 该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这个人在 这问问题的人还在吗 请说 这是什么蛋白 就是那个 癌子数 癌子数一直降不下来 是不是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今天早上吃什么 鸡肉 鸡肉 还有什么 还有 不是照你这样吃 那你吃多久 吃三个月 吃三个月 还有一点时间哦 还要再一点时间 消炎需要有一点时间 我跟你说 在你们刚刚调整饮食的时候 这个 我刚刚是不是讲说 发炎会变得很严重 尤其是全身性 因为你原来 你原来受伤是全身性的 所以现在发炎 在修复的时候 也是全身性的 三个月 还要一点时间 它修复还要一点时间啊 所以 如果你 再过三个月 还是没有降下来 请你上部落格跟我 问我好不好 好 好 我把这一张留的 OK 义夫宝宝 没有办法均衡饮食 因为上幼稚园 食物要怎么补强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饮食问题吗 不是 它是幼稚园的问题 对不对 那是不是要跟幼稚园沟通 对不对 你们一定要 我跟你讲 你是做妈的 只有你可以做这件事 你就是他唯一的希望 所以如果幼稚园 没有给吃对的东西 你就要跟幼稚园沟通 你就要跟他沟通 你要怎么样跟他配对 好 这样知道吗 好 因为幼稚园 都是给吃奶滋饼 高糖食物 好 那我就建议 要不然你就换幼稚园 如果全台湾人 都会拒绝去那些 高糖食物的幼稚园 好 我们就会有 对的食物的幼稚园 或者是你要跟他们沟通 说我小孩有这个问题 他现在要修正饮食 你们要我怎么配合 我要加钱吗 还是给他带东西 我要做什么 好 那我东西给你 你会不会好好喂他 就你们要做沟通 知道吗 知道吗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饮食问题 这个是管理问题 对不对 好 小宝宝疫苗相关 如何说服 说明延后打疫苗 其实宝宝 还是可以平安长大 他说他问小儿科医生 被骂 就是感染疾病 对疫苗的风险 我第四本书 有把疫苗想得非常非常清楚 你们每一次 要去打疫苗的时候 就是 我是真的很建议 你们不要跟医生 argue 你就不要说 就是我们今天 有点发烧 时间不对 我们下次再打 今天小baby 有点不舒服 大家都知道 当孩子不舒服的时候 不要乱打疫苗 因为很危险 好 就跟医生讲说 他不太舒服 我们下次再说 好 那 卫生署是不是会打电话来催 会不会 会 那你就讲说 现在还没准备好啊 那我们国家没有强制啊 我现在回美国 如果跟他们讲 我不打疫苗 我就立刻入狱 因为加州的州长刚刚签署 一个罚令 就是要 整个加州的小孩 每一个人都要打疫苗 我们那边已经没有选择余地 台湾有 我是写信问政府 政府回我信 在书里面 台湾只鼓励 不强制 所以我跟你们说 你们如果要跟我讲说 我们要如何说服别人 不要说服别人这件事 小孩是你的 你根本不用说服 你就说他现在没准备就好 你就不要去跟他argue 你不要去跟他争辩 为什么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或者你可以把它推到算命身上 那种算命的说 因为我妈都这样讲 我妈都这样 期待要延后减 是算命的说的 不是 那因为台湾 什么人都 都比不过算命的大 对不对 对不对 大家都很怕算命的 医生什么人都不怕 就怕算命的 你就说 那算命的就是讲说 疫苗要晚点打 不要跟他争辩这些事情 OK 接近更年期 旌旗开始不稳定 医生说子宫内膜有伤害 补充黄体素 这样好吗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 如果你现在有 荷尔蒙的问题 对不对 荷尔蒙造成子宫的问题 对不对 有没有刚刚子 子宫增生的问题 子宫内膜 增生破坏都是一样的 那我刚刚是不是有讲 你如果现在去吃荷尔蒙 黄体素是荷尔蒙 黄体素不是那个 不是保健品 它是一个荷尔蒙 所以你进去之后会怎么样 进去之后会怎么样 它是不是会影响 其他的网状里面的东西 其他的网状里面的东西 你们记得吗 刚刚有讲对不对 有讲到这件事吗 我讲这么多了 OK 可不可以有人来帮我弄一下 这些东西 好 就这个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黄体素吃进去 就是荷尔蒙嘛 它是不是就会 它跑到中间去校准 对不对 它现在解决了你的这个 其他的问题 但是发生什么事 其他全部受影响嘛 所以你还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样补充好不好 会不会造成乳癌 那你看咯 因为我不可以帮你们回答 药物问题 所以我就叫你自己看 那你们自己跟我说好不好 这样子补充黄体素好不好 不好 所以这你讲不是我讲的 因为我一评论药物 立刻就被这个驱逐出境 我就五年看不到我妈 这样不行啦 我想他们 如果医生说吃淀粉吃不够 会造成生理期不顺 要怎么改善 这什么意思啊 医生说吃不够 所以你要怎么样改善 我不懂这个问题的意思 这是谁问的 这是谁问的 可不可以再问我一次 我不能理解这个 所以现在是你说 你坚持要吃淀粉 然后要怎么改善生理期 这是谁问的 没有人敢举手 你看 我们这边是相亲相爱的文化 我是真的看不懂 所以我在猜啦 他说淀粉 医生说淀粉要吃得够 才可以有生理期 那我刚刚给你们看 生理期的调整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有人帮我调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帮我找抗镜 有一张 任何一张有抗镜 有这个 这个 机能减退那一张 我们去看 我们去看 机能减退抗镜那张 你现在把它调到那个 对对对 调到这个 这个 好 你们看 你现在肾上腺 是不是会经过这些东西 复原或生病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 你因为是 现在减淀粉 对不对 减淀粉 所以可能经过这些症状 所以现在这个月经就停了 对不对 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这个 修复反应嘛 月经就停了 那医生就说 那你加淀粉 他就又变 又变累了 他又回到原来的 那个阶段 月经就来了 这样知道吗 所以他其实是变坏吗 还是变好 现在再吃淀粉 有好处吗 没有嘛 没有 这只是因为 他在经历这个阶段 所以你真正要平衡 要反倒回去嘛 所以你就是要经历这个阶段 所以他叫恢复反应 所以很多人在 根治饮食之后 会有这么多的月经问题 这是因为他经历这个阶段 正在修复 所以这个时候 不是淀粉吃不够 淀粉一吃下去 你就又回去了 OK 这样理解吗 OK 好 因为不当减肥 造成月经不正常 周期不固定 而且量很少 该吃什么样的保健品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讨论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 这样子问 会影响你的决定 为什么 因为你应该说 不当减肥 造成月经不正常 该吃什么食物 食物一定要排在 保健品的前面 因为我现在跟你讲 保健品也没有用 因为如果你还是 吃得不均衡 你一样出问题 保健品没办法 帮到什么忙 那我跟你们说 所以你月经如果不正常 是不是这个出问题 那你是不是要调整 你要调整这个 要先减什么 要先减糖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减糖的力量 会远远超过于 任何一个保健品 那你月经不顺 应该吃什么保健品 我是不是有十字课教室 你们都知道十字课教室吗 十字课教室 可以帮我弄到最后一张 十字课教室 我们看一下十字课教室 十字课教室上面 有一集在讲月经 我里面有列保健品 有吗 有没有 有吗 有列保健品 OK 如何降低prolactin 就是催乳素 好 等一下 你先等一下 事情你先等一下 好 催乳素是一个荷尔蒙 所以如果他说 他要降低这个催乳素 prolactin是不是催乳素 你要催乳素吗 他要降低 他现在一定是抗静嘛 对不对 那我问你要降低 就是他要改善抗静 他要做什么事 减糖嘛 因为他还是 这个问题出现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减糖 所以你在减糖的时候 可能会经过这些 混合跟精神减退的阶段 然后最后才会痊愈 对不对 好 这样知道吗 所以一样的道理 OK 好 我们去看一下 那个十字课教室 好 这个是十字课课 这是十字课教室 十字课课的上面 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是十字课教室 十字课教室里面 有很多很多 每一个礼拜 我都有做一堂课 就里面就有一个课 是讲月经 上面就有写 你们应该 如果月经要调整的话 要吃什么保健品 但是里面一定会跟你们讲 你们要先做什么事 要先饮食调整嘛 对不对 要不然吃什么都没用 两年内 精血量变少 少了一半 结束前有黑血 长期持续长痘痘 睡眠不足 怎么让经血量变多 好 刚刚那个抗净 机能减退 混合 有没有看到 好 怎么样让它变多呢 是不是要先调整 那个部分 对不对 好 那你要怎样做 我问你 他刚刚讲这些 内分泌系统的问题 要先做到哪件事 要先减糖 对 要先减糖 好 要先减糖 请问癌症手术后如何吃 子宫肌瘤 卵巢 囊肿 是不是 什么瘤 要如何减少到没有 我们刚刚在写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还没有讲到内分泌系统 因为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要减 你要有这个 让这个子宫肌瘤不增生 是不是要造 一定要确保你的荷尔蒙是正常的 那你荷尔蒙正常是不是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你吃错了 所以荷尔蒙可能抗净 第二个是你的肝脏 因为吃太多糖 所以没办法继续分解 你过多的荷尔蒙 所以造成它怎么样 有问题 排不掉嘛 所以两个东西都是什么 都是糖造成的嘛 所以你一定是减糖 癌症手术后怎么吃 我在师科教室里面有讲癌症 我也有癌症的演讲在上面 欢迎你们上去看好不好 OK 请问乳房钙化是怎么开始的 OK 这个我们刚刚有看到嘛 酸血腐蚀血管壁 它里面有钙跟纤维素对不对 好 那这个东西造成血管硬化 它如果出现在肝脏是什么 肝硬化 出现在肾脏 肾小球硬化 如果这个钙 囤积出现在乳腺里面 就是什么 就乳腺钙化了 所以乳腺钙化又是怎么来的 又是吃糖 吃出来的 这样理解吗 好 他说乳房钙化是怎么 怎么变成的 要怎么样避免 所以你怎么样避免乳房钙化 就乳房不要变成石头 要做什么 要减糖 对 要减糖 眼睛血管增生如何改善 眼睛的血管增生 眼睛血管增生 大部分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是缺氧 是缺氧 它才要增什么 到不了一个地方 它需要氧气 一直要送出去 那我问你 你如果血管 本来的血管 因为 微血管 因为吃太多糖 所以酸血腐蚀 眼睛就不停地被 眼睛的微血管 不停地被腐蚀 坏掉了 它现在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要增生 才去帮忙 送这个氧气 这时候就会血管增生 对不对 那我问你 眼睛血管增生 是什么造成的 吃糖吃太多 因为你先吃糖 先把别的微血管 弄坏了 那现在这个神经系统 需要氧气 对不对 它来不了 所以它就要 别的血管 就要送进来 就增生 那知道吗 OK 就这样改善 所以就少吃糖了 眼白有黄色 是什么 我哪里在 我哪里在 等一下来 给我看一下 这样讲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算命的 你们老是把我 当算命的 OK 怎么样吃才可以除掉 等一下给我看一下 什么叫眼白有黄色 眼白有黄色 有可能是黄胆 对不对 眼白有黄色 有可能是黄胆 为什么会有黄胆 因为胆红素 无法被分解 排掉 那胆红素是谁 分解排掉的 就肝脏 所以你如果眼白有黄色 你可能有肝脏问题 等一下留校查看 等一下给我看一下 十年 清光眼 是不是 清光眼 该如何治疗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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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微血管 这么多 小小小小小 因为眼球很小 对不对 很小很小 微血管 那这些微血管呢 如果因为血变酸 它现在灼伤血管壁 对不对 那它这么小的血管壁 经过灼伤 是不是有可能会破掉 对不对 它破掉以后就是怎么样 就微血管破裂 是不是血会渗出来 好 那我问你 如果血渗出来这样 光打到我这个手 有没有看到 我手后面有什么 这手的后面是什么 就变成影子 对不对 现在渗出来的血光打上去 就有影子 它就变什么 就非纹症吗 大家知道吗 好 那 这个是微血管 很多微血管包着视网膜 那如果现在酸血腐蚀血管壁 微血管破裂 视网膜跟微血管中间 是不是会结疤 对不对 结疤 好 那你如果一直不停地吃 有糖的东西 它就一直不停地结疤 一直不停地结疤 一直不停地结疤 最后怎样 视网膜就剥离了 OK 这个人问的是什么 清光炎 等一下就来了 好 这个是胆固醇 囤积对不对 酸血腐蚀血管壁 胆固醇囤积 如果它松动了 血压太高 砰打下去 就松动了 松动就血栓 对不对 血栓就会堵塞血管壁 然后现在就视网膜动脉阻塞 视网膜静脉阻塞 颈动脉阻塞 这些都叫做视网膜血管病变 它就是眼睛中风 好 那我问你 如果这个东西发生在脑部 是什么东西 脑中风 对 就是这样来 它怎么样来的 它是吃太多什么来的 吃太多糖来的 好 这个 这你们刚刚有看到吗 对不对 这个因为血管受伤 所以造成神经萎缩 现在这个神经如果是发生在视神经 视神经萎缩就是什么 清光炎 好 所以 视神经萎缩是怎么来的 吃什么来的 吃太多糖来 所以这个人问我说 清光炎该如何根治 那就请根治饮食 好 所以拜托 拜托 再拜托 根治饮食 OK 好 近视清光眼白内脏的眼睛问题 是否能透过根治饮食改善 你们看 这样子可以吗 如果有 饮食问题 就是eating disorder 比如说暴食症 厌食症 如何避免复发 好 两个 我跟你讲 因为我现在时间很少 因为张海静小姐 马上就要鞭打我了 那 因为我时间很少 所以 我就 很简单讲两件事 你如果有这些问题 你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你要确保你每一餐油量充足 好 因为受体素 有问题 才会造成饮食 就有暴食跟厌食嘛 因为食量就没有办法控制 受体素是掌控你食量的东西 那它是住在脂肪里面 所以你如果不吃高脂肪的东西 就是你油脂量都是不足的 它很容易就复发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如果有饮食问题 好 你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要知道如何体验自己的感觉 跟情绪 然后一定要做正确的沟通 因为通常有这个问题的人 都是因为他 他不去处理 有情绪不沟通 吞到肚子里 就开始用吃解决 好 才吃出问题的 这样知道吗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最后 海经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给我最后一个问题吗 请问忧郁症患者 常因胰岛素不够 以致类似糖尿病 前期糖化血色素高现象 很好笑 你如果糖化血色素高 你就有糖尿问题 它不是忧郁症造成的 它不是忧郁症造成 相对血倾诉不足 请问该如何加强食疗 那我问你 你如果有糖化血色素 有类似糖尿病前期的情况 你要做什么事 你要减糖了 就这么简单 这是为什么你如果吃错 就可能会有神经系统的问题 刚刚看到 生理跟神经是不是 连在一起的 那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够了 这边等一下要shut down 他们可能会罚我们钱 所以我们就先 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这是我第一次 用你们的问题 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希望你们 今天可以得到 有不同的资讯 因为我都知道 你们每个人都把 诗课教室背起来了 那再一次谢谢 我们非常高兴 在这边可以碰到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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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